罗东领馆处跟古道专家李瑞宗老师首度合作 在凝望战后太平山一出版就生活好评 不仅读者喜爱也连连获奖 2022年获得国使馆台湾文献馆 奖励出版文献书刊优等奖 文化部经顶奖优良出版品 而今年再获肯定 入围了2023台北国际书展非小说类的大奖 从410件参赛作品当中脱颖而出 成为最后入围的实践作品非常不简单 我们这一次罗东领区管理处跟李瑞宗老师合作的 在凝望战后太平山这次又获奖 那之前有获得文化部经顶奖 然后还有国使馆的台湾文献奖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一次 这个礼拜的台北国际书展 他有增加了一个非小说奖的奖项 尤其是这个奖项有410位的候选作品参赛 那只有10项是入围 那基本上就是入围级得奖 因为除了我们这个公部门的政府出版品以外 我们的对手还有一些大量的就是民间的业者 那所以在这一次的得奖是真的很不容易 那也是连获三次的得奖肯定这样 罗东领区表示李瑞宗老师为在凝望战后太平山多次深入山林 调查伐木时期的林业移构 还逐一访谈在太平山的工作者跟居民 让读者有机会看见许多未曾公开的太平山林场的工作与生活故事 在凝望战后太平山 它主要描述的是新太平山的一些伐木历史跟期老的长迷生活 那以前的出版品大概都是一些有关丰功伟业 或者是林业历史的一些相关的木材生产的介绍 那这一本是少数针对当地当时候在新太平山工作的一些林业从业人员那些期老 那李瑞宗老师他特别针对这个书中多位的期老进行深入的访谈 那所以让这一本书籍更有深度 不像以前的那种就是政府出版品比较刻板 那这部分里面有一些不管是伐木工啊 运材工及材工相关的一些生活的历史跟记录 那还有大量的旧照片跟文献的考究 在凝望战后太平山大获好评后 罗东领馆处在跟李瑞宗老师合作推出了姐妹作 原风景日志太平山 透过实地踏刊解析文史资料跟老照片 再借由其老们的讲述呈现旧太平山的人文风景 让新旧太平山的历史风貌完整亮相 原风景日志太平山第三场新书发表会 预计在2月10号 在罗东林业文化园区日光山森林茶书院举行 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导 在罗东林业文化园区日光山森林举行